美国陷入巨大危机,竟然把黑锅甩给中国,其实美国已经输掉未来之战。 最近一段时间,美国因为各种原因,加上对俄罗斯的制裁,导致经济陷入了巨大的危机当中,物价飞涨,货物堆积港口,大规模的失业,甚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,让美国民众苦不堪言。 但是美国的政客们不但不寻找解决办法,甚至还把黑锅全部规则于中国,或许在他们看来,只要让中国倒下了,美国就能恢复曾经的辉煌。 这种荒诞的想法频繁地在美国政府高层蔓延,哪怕有些清醒的美国人士提出不一样的见解,都会被打上政治不正确的标签,甚至还对其个人进行威胁,让这个标榜民主自由的国家已经变得毫无自由可言。 我国有句古话说过,就算国家的实力非常强大,如果领导者是短视的,这个国家必然就会走向衰败,这或许就是美国现在的写照。 有一名西方学者表示,制裁俄罗斯和中国已经产生相反的效果,现在中国和俄罗斯已经在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,而美国却逐渐成为了边缘国家。 近些年,美国视中国为头号大敌,也直接向我们宣战了,当然这不是在军事上的,而是在经济上和舆论上了。 美国希望主导所有的关键技术,这些都是确保在本世纪军事、政治和经济优势的行业,更是通过一系列的手段来打压中国在这些技术上的发展, 同时还在国际上不断地对我国进行抹黑,所以问题都甩锅给我们,也就不奇怪了。 可是,中美竞争数年下来,美国变成了如今这个模样,而中国却在不断打压中茁壮成长,甚至出乎了全世界的想象,已经动摇了美国世界第一宝座,现在除了动用军事,美国再也找不到阻拦中国前进的办法了。 但是,在军事上,美国也未必能有战胜中国的底气,要知道中国已经和俄罗斯达成了全方位的军事合作, 俄罗斯的军工技术和中国的经济基础,导致解放军的先进装备是一批一批的出炉。 如今,在许多军事技术方面,美国是要落后于中国的,而且大规模的军事战争打的就是资源和经济,美国的经济也支持不了美军这样做。 在这场美国构思中的未来之战上,它已经输在了起跑线,俗话说,一步慢步步慢,以中美两国如今发展的速度来看,美国根本就无法追上中国的脚步。 现在,中国和俄罗斯已经在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,没有霸权压迫,尊重各种各样的文明、民族以及政治制度,这种世界多极化格局,也是历史向前发展的必然结果。 如果美国能遵守这样的秩序,我们肯定也会欢迎,如果美国还要与其对抗,最终只能成为全世界的公敌。